菲律宾调查单位现在还说 其实当时还有另外两艘的台湾渔船射入 其中一艘渔船跑给菲律宾的公务船追 后来又出现另外一艘的大船 菲律宾方面因此觉得状况特殊 才会对广达信号开枪 菲律宾公务船射杀台湾渔民事件 有了新的进展 飞方调查说 事发海域还有另两艘船射入事件 其中一艘跑给菲律宾公务船追 另外还有一艘大船 菲律宾交通通讯部长说 在这样的状况下 广达新28号还不减速 飞方才起疑开枪警示 另外菲律宾调查单位说 在台湾渔船上发现的三条擦痕 都不是因为与飞国船只擦撞所产生的 台湾调查小组对此也正进行调查 双方希望两天内让事情水落石出 台飞关系紧张 不但赴飞国航班旅行团全面停止 原定于7月5号起航的速物太平洋航空公司 也延缓启动速物到台北航线 这起争议何时落幕 双边调查都要在加快脚步 中期新闻 吴文轩报道